哈喽,大家好,我是以末 今天我们接着来说一下中国女排的新消息 在今早结束的比赛中 我们中国女排也是以3比0的比分完胜了波兰女排 成功进入到了决赛中 这一路走来我们中国女排也是跌跌撞撞的 但是好在蔡斌即使调整我们中国女排的整体状态 即使帮助她们走出困境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中国女排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在本届的联赛中取得冠军的荣誉 时隔两年的调整 我们中国女排也是逐渐走上了巅峰的道路 不少球迷看到这一场景也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喜悦 也希望在明天的决赛中 我们中国女排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稳定的状态 争取夺得冠军 就在刚刚我们明天决赛的对手也是已经出炉了 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 土耳其女排成功以3比1完胜美国女排 所以接下来土耳其女排将会和我们中国女排在决赛中见面 对于这个结果想必蔡斌和我们女排们都感到很意外吧 毕竟这是在美国的驻场上进行比赛的 而美国队的实力以及各方面的能力都相对来说比较强大 所以对于这个结果 想必大家也是出乎意料的 这次土耳其女排也是再一次进入到了决赛的比赛中 由此可见这支球队的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 对此 希望在明天的比赛中 赛斌也能够针对这场比赛进行一个好的调整 也希望我们中国女排们能够借助目前这个时期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击败土耳其女排了 而且近期我们中国女排能够接连击败巴西和波兰这几支强队 由此可见我们女排们的实力也是进步得非常的迅速 希望把欲强则强的精神继续延伸到下一场比赛中 这场比赛将会在明天早上6点30分分的时候进行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打气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